關於台志光這件事情 先請教余將軍 那台志光這件事情 柯文哲不是一直在罵嗎 而且還PO出一個公文說 你看我當時我就已經講了 議會勾結財團 可是簡書培議員今天翻出了一張東西 我們一直在講那個三妹2200誰訂的 到底是誰訂的 然後那個陳志涵講說 從頭到尾都沒有三妹 這一個費率的方案 然後怎麼冒出來等等這些事情 但是我們來看 這邊這一份公文 是警察局監視器 這是所有的案子裡面 所有的紙約裡面最肥的一個約 因為他5億左右的規模 最貴的 對不對 哇 當時的內容 然後這邊他也有告訴你費率多少 重點在這裡 重點在這裡 市長市市長柯文哲決刑 109年7月9號 柯文哲還好意思 是指著逼是罵別人啊 他就說沒有三妹 因為他沒看到啊 對 眼睛夜障重 你看不到 不代表沒有 公文上有 就是有 他應該忘記帶走這一份 我想應該有帶走 所以沒看到 我想應該有帶走 但是他認為銷毀的這份就不見了 對 想不到減速培會有 哪裡來的 趕快說 對不對 其實我告訴大家 傳輸的速率 資訊的物質 資訊的產品 你越晚買就越便宜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這樣子啊 會掉下 對 資訊 就沒那麼新了 是 你越晚買就越便宜 而且呢 你越晚買 他的規格還比你之前買的很貴 手還要高 沒錯 這就是資訊嘛 你很久以前買了一台手機 說哇 這手機好棒 這是iPhone第五代 你現在iPhone第五代拿出來試試看 你還用當年你十年前買的價格 就被罵死 我跟你講 iPhone第五代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好像是4G還3G的 現在 現在你不拿5G出來被人家笑 所以我才講 柯文哲 你在你在做紙約的時候 你只會笑郝龍斌 說郝龍斌 你簽了全世界最差的 不平等條約25年 你別忘了 他訂的那叫母約 所有紙約 所有的價格 所有的規格 是依據母約來訂的 你後面的47個紙約 請問是誰訂的 那不就你訂的8年來訂的嗎 所以柯文哲說 沒有 我忍了8年 我忍了8年 為什麼要忍 他如果忍了8年 他是不是非常唾棄 台智光這一個財團 飯也不吃 我話也不跟你講 對 結果飯吃了 對 飯吃的是這個 昨天 檢蘇培議員 他在我們節目上 他說有聲喉嚨 給他卡電話 電話他說 大概的劇情是這樣 整個情節是 有民眾黨立委 揪民眾黨的議員 跟台智光 在2月參序 這個事情大概3月開始燒對不對 因為陳松文議員 去收押的這個狀況 結果他2月份 他不是罵說什麼台智光是什麼 藍綠合起來詐騙政府的財產 然後議會 議會勾結廠商詐騙政府的財產 他自己寫了公文 對不對 還是第18項 我記得很清楚 那請問 你們一起跟台智光吃飯是怎樣 是比照打共匪一樣對不對 我吃垮他 用垮他 玩垮他 然後再告他 是這樣嗎 吃人的嘴軟 你沒有聽過嗎 你怎麼可以議員的身分 你整個黨團的身分 去跟台智光邀約 而且是即將有合約糾紛 價錢糾紛的時候 你去吃這番飯 我覺得這是萬萬不能吃 很多飯是不能亂吃 你說我們當民意代表 很多的時候 我們在議會用力的問政 對不對 針對規格 針對市民的福利 知足必計 一分錢我們都要追 追到後來 你發現有一個廠商 他就是做這個的 他來請你吃飯 有一家牛肉和粉 現在不要講和粉 有一家牛肉丸好好吃 對不對 大家要去吃 現在是某某廠商請客 你會去嗎 我告訴你 打死我都不會去 為什麼 我早上才在議會 針對這個案子狂追 追完之後 雖然我不知道 他未來會不會得標 可是他是做這個的 我就不吃 甚至在選舉的時候 你說我要抖內你 我要贊助你 我不要 為什麼 你拿了這個錢 你就跌進了萬丈的深淵 你搞不清楚 你不知道這個廠商 是好人還是壞人 如果他是心有旁駕 他有別的意圖 他跟你講 他說 宜宇言別忘了 你曾經在幾月幾號 跟我吃過飯 你講話稍微客氣一點 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吐出來嗎 一個晚上吐30次嗎 把他吐出來 吐出來也沒用 因為你已經吃了 所以我才講 當柯文哲 你一隻指頭指的人家的時候 你四隻指頭是指的自己 你有沒有參加這種餐序 你有沒有跟台志光吃過飯 柯文哲答得多妙你知道嗎 他說這什麼了不起 我也見過蔡英文 對不對 我還去過美國了 台志光跟蔡英文有關係嗎 他就是不直接的承認了 不直接的承認了 承認了 他不承認了 人家問他說 你們有沒有跟台志光吃飯 我也見過蔡英文 對 我們都知道你見過蔡英文總統 所以表示你也跟台志光吃過飯 這叫做不甘願的承認了 間接的承認了 所以就是有吃嘛 就是有去嘛 如果你沒有去沒有吃 沒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你早就開罵了 對不對 減舒培是你多麼大的深仇大恨 你怎麼會饒過他 所以表示減舒培議員 舉出這個真實的案例之後 你用了一個方式 不甘心不情願地承認 還要酸蔡英文一次 所以說蔡英文總統真是有夠冤 見了你還要被你拿出來酸 可是見總統是光榮的事 跟廠商吃這個飯 你要做解釋 好 來 宜翔來補充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就是減舒培議員 爆料的這份公文 其實在公文裡面 你仔細去看 它其實很多細節是值得參考的 為什麼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份是市府的公文 包括日期 包括內容寫得很清楚 但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你看 左上角這邊小小的幾個字 他說什麼 他寫一層覺醒 我跟他報告一層覺醒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個即便是 資訊局簽上去的公文 但他要你市長批准 你二層的話可能是副市長 三層的話可能是其他的主管 一層就代表我一定是要你市長 副市長也是一層 副市長也是一層 那副市長 市長 一層 但重點就是柯文哲 這個是送給柯文哲 重點也是柯文哲批准的 所以你可以這邊看 進程結果是市長 重點還是什麼 這邊還有記錄 市長柯文哲是幾號 幾點進行這個覺醒的動作 所以因此可以看得出 資訊局的公務員 是非常非常精巧地把這個東西確定說是由市長來背書 但第二個部分大家記不記得保存期限這幾個字 當時吵得沸沸揚揚的說 採購合約 採購合約是密存30年 這是當時國民黨說的 結果這個合約一樣也是保存30年 但它的重點是什麼 封存30年 它不是封存 有鬼 有鬼這一定有問題 為什麼要封存30年 我不管 那清清楚楚的 這個也不是封存 當時中央政府的公文也不是封存 只是做個保存30年 那你民眾黨現在會不會出來罵 就疫情人知道還治情人之爭 對嘛 那你民眾黨應該出來罵 說你這個合約也是密存30年 不是嘛 該公文該保存就是保存 跟中央一樣 但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這個附件 因為這個附件清清楚楚寫出 當時陳志涵不願意承認的一點 陳志涵當時說什麼 我們柯文哲106年2017年沒有訂三妹 他很厲害 今年2021年民國110年是誰當市長 也是一樣你柯文哲 那你柯文哲2021年去訂了三妹出來 你陳志涵說我2017年沒有 有什麼關聯性 重點就是你柯文哲任內 有確定有三妹的一個費率出來 那你三妹這邊就非常清楚 你在所謂的折扣後 是一個月2200元 所以寫得清清楚楚的 無庸質疑 這就是你柯文哲當時所簽訂的一個費率 那記不記得我們幾天前也是在新台湾加油 我們就開玩笑說現在家用網路 都是500枚一基了等等 每38萬我是76萬 碰巧的他也是有 500枚也是有一基的費率 跟大家報告 雖然沒有38萬 但是大家聽了還是會跌破眼鏡 為什麼呢 500枚一個月要將近10萬塊 9萬2000塊 一基要將近14萬塊 大家沒有聽錯 這是一條線 這邊寫清清楚楚 CCTV VPN 企業級 專線一基 13萬9000塊錢 2020年的價格爆成這樣 2021年 2021年 僅僅三年前 所以一基是要14萬塊了 大家沒有聽錯 所以這個不是圖利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東西是圖利 那重點是什麼 每次柯文哲你看 非常憤怒的 講什麼東西的時候 通常一根手指指的人家 四根手指指的自己 所以一直在講說官商勾結 講說你們藍綠一定都有問題 結果殊不知是自己民眾黨 無論是立法院 無論是市議會 都在跟這個廠商進行討論 那我跟大家報告什麼事情 這件事情其實廠商 剛剛也提到 跟陳春文收押的時候 大概是幾月前 大概是幾個月前 就開始調查了 那你柯文哲 那為什麼當時要接受廠商 廠商是不是知道 開始警方 這個檢方在調查 檢方在索取資訊 結果你這時候廠商 刻意去找柯文哲 要跟民眾黨團吃飯 我覺得這是大家 可以合理的懷疑的 但重點是說 你討論的內容是什麼 你柯文哲不是最說 我是公開透明 我開的閉門會 要讓大家知道嗎 那你今天跟台志光 你民眾黨的議員 立法委員開了會 討論什麼東西 這個應該要向國民 就我們全國民眾交代嘛 那我最後講一件事情是這樣 柯文哲這件事情的責任 是百分之百逃不了的 完全逃不了 因為現在責任 就是在公文已經寫得非常清楚 是你柯文哲押印的 你柯文哲進名字來上面 是你任內同意的 那是不是就是說 蔣萬沒有責任 其實也不是這樣意思 因為畢竟 最後還是你蔣萬去執行了 但是你柯文哲 一定要把當時的過程 包括為什麼會討論出 這樣子一個不公平 不合理的合約 講得清楚 那我自己有在台北市議會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推動一個提案 希望如果我們一審有罪的話 就要把整個母約解除掉 因為現在蔣萬只是說 把監視器的紙約解除掉 但是不合理 為什麼呢 如果今天法院已經確定 這個廠商是有行賄 我們台北市議會的議員 甚至於找台北市當時 殯葬處的人 幫他做遊說的動作的話 那你還去跟他做生意 你還去付他錢 是打他壞了 所以事實上 該解約就要去解約 包括母約在內 國民黨不要再去護航郝龍斌 民眾黨不要去護航這個柯文哲 我們把母約該解的就把他解掉